请收看 为心世界 用心看台湾 专民健康保险 山高污染世间城 伤不忍心本清净 红军老祖法旋旋 如花三族的流宝 满眼自尊一万年 各位散心大德 现实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为了要确保全民健康 让大家更知道保健身体正确的理念 我们特别邀请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师群 来关心大家生理健康的问题 增加健康的专业知识 带给社会 家庭 每个人都能够平安 健康 快乐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小儿血液肿瘤科 翁德福 翁主任 翁主任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 翁德福 翁医师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翁医师 我知道在医疗科别里面 血液肿瘤科 但是你的专长是非常的多 在这里我简单地来做介绍一下 就是有关于血液的疾病 就是儿童跟成人的先天性或者是后天性的血液疾病的问题 还有各种贫血的问题 另外它还有一个专长就是初血性跟血栓疾病的问题 再来也就是还有就是这些小儿成人的恶性肿瘤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细分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邀请我们翁德福 翁主任来谈一谈 这个我们血液的这个血有病的问题 我们提到这个血有病呢 稍微拦到污漆 稍微拦到就是血流不停 打个喷嚏可能这个血液流不停 或者是刷牙的时候呢 这个血液流不止 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耽误了一些医疗的时间 把它当作是一些牙周病在做处理 这是牙子常常流血呢 其实不是这些的问题 所以这些像血有病的人 生活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注意 或者是他的生活要如何的调试会比较好 血有病的话 如果他们一般重型血有病 他们会做规则的预防治疗 那他们如果就是在运动上就是要做好保护自己 避免一些太冲击的运动 不要过量的运动 比如说他们骑小大车应该就适量就好 如果骑太久可能就会对一些关节造成损伤这样 是 是 是 那平常其实日常生活其实它跟一般人一样 但是如果像他们打篮球 那些冲撞的运动可能就要避免 是 是 是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先天性的血有病 是 那么后天性的血有病到底又是怎么来的呢 后天性血有病跟先天性血有病发生的原因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后天的话 先天血有病的话它是基因遗传的问题 是体质的问题 是 但是后天的话是因为某些原因 举例来讲像怀孕 怀孕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后天性血有病的一个时间 是 是 那第二个就是老人家65岁以后 这个发生后天性血有病的原因就增加 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系统开始退化 是 开始就是出现自己打自己的情形 是 它就体质改变了 是 那这就形成一个后天血有病 是 是 所以您提到这个免疫疾病啊 这些的问题 可是这个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治疗上面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这个后天性血有病它的治疗就是 它是一个免疫的问题 所以它事实上它是利用一些免疫抑制的药物 去调整我们的免疫力 是 事实上就会恢复了 有时候治疗的话大概半年到一年它就会恢复了 是 那后天也是没有什么症状吗 后天性血有病的症状其实被我们发现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很大片的淤青 非常颜色很深 深紫色的淤青 这个是最常见的 是 但是有一些比较难发现 难被我们警觉到什么呢 例如消化道的初学 是 或是血尿 这一种 因为你有可能消化道初学我们会看肠胃科 是 那血尿我们会看泌尿科 没错 那这时候就没有想到是这个血液方面的疾病 它没有用瘀青来表现 是 但是大家要知道 血尿跟消化道初学都还是一个初学性的问题 只是初学的地方不一样 是 所以这些后天的血有病它是会持续一直都是有这些初学的问题 就是初学了以后可能就会显得很难控制 比如说医师就说消化道初学我们做完胃镜 怎么还在初学 然后再做一次胃镜 或是说你这个做胃镜没办法止血 我们要做酸塞 要做手术 要做一些很侵入性去帮你止血 这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到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后天型血有病的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检查非常的简单 其实一般的检查就会可以检查得出来 是 所以还是要有经验的医师才能够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对 到时候不然有些说 这可能什么初学 医生也找不到原因 然后就不断的初学 对 这个真的这个问题大家必须要重视的 不过就是说缺乏这个拧血因子 为什么您说肌肉跟关节会出血 怎么想也想不通 它本来是好好的 我们其实正常人我们走路我们关节会出血 但是我们的拧血功能完全正常 所以只要出血一点点量我们就止住了 是 对但是那些比较严重的病 血有病的病友 他们他的拧血功能不正常 所以他们出血之后就没办法停住 所以就不断的流血 在关节里面 所以说就会造成这种初学的问题 是 是我们平常都会有的 对 对 我们会有点轻微的一点点初学 这个其实有一种就是像我们小朋友会做学校健康检查 有时候会意外发现小朋友血尿 就来医院进行生病再进一步的检查 是 这时候其实都会问说 你在健康检查之前有没有运动 有没有体育课 其实体育课完之后有时候就会出现血尿 是 就是因为小朋友在运动的过程中 事实上他的脚在柴 有时候肌肉会有一些关节出血 或是一些血红素就破裂了 有这样的情形 是 所以正常人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要注意 另外呢 我常常听人家说有人在刮痧 是 有些人是不能刮的 这些人是不能 这些人刮痧瘀青会特别严重 是 对就是刮痧一般大家都知道也会瘀青 对 但是这些人刮下去可能就瘀青了很大一片 是 而且很难好 就是说你刮下去 哎怎么别人都好了剩下我的还没有好 是 正常的刮痧大概会有一个礼拜左右 一个礼拜就很清楚的都没有了嘛 对对对对对 像这些人可能会比较久的时间 这可能两三个礼拜都不见得会完全消失 这些人真的是不能如果你有这样刮痧的经验 人家都已经退了 痧都退了都恢复到皮肤的颜色 而你的刮痧一直都还在的话 是是 真的建议你去检查一下 是是没有错 再来问这个像这个血友病后天 对 他会痛吗 看他初血的地方 他今天如果是初血在皮下血肿 他可能就会疼痛 或是血尿很严重 血块形成 这个就会疼痛 像之前我们预告一个爷爷 他就是血尿很严重 甚至导致肾衰竭要洗肾了 是 那后来幸好有发现 他是后天行血友病 赶快帮他止血 他肾功能就恢复了 是 所以有时候这个能够证券诊断出来 这个后天行血友病的话 对病人来讲非常的重要 是 不然他真的去洗肾 那事实上根本是不需要的 是是 所以我们平常就说 当小孩或者是这些成人 你莫名其妙地出血的时候 或者是乌轻 瘀轻这么大一块 或者是有不小心碰撞 有外伤 血流不止的时候 要赶快找医生 我听说这个专业医生 他就是可以诊断 是不是血友病 然后还要再抽血 对 为什么要再抽血 混混一百十等元 因为我们一般做凝血功能的话 因为如果是重型的疾病的话 比较简单 我们大概抽一次血就能检查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是属于比较轻微的 有时候我们要多测几次才能抓到最低点 因为他轻型的一些疾病 他会波动 有时候高高低低的 那我们如果戳到这个比较高点 可是好像正常 但是你又有症状 我们就会说 那不然你一个月之后再检查一次看看 我们会检查有时候三四次 看看是不是都是有达到都维持住 或是说有一次你就特别的低 那可能就是抓到你这个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 所以一般如果知道 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有血友病 是凭这些来判断 对对 就是我们会希望说 病友能够告诉我说 他的症状到底是怎么样 是 其实大家有时候都会听到说 到医院来详细检查 是 那大家都会想说来医院就是要仔细的照X光 做核实共振 做很多检查 但是事实上来医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让医师好好问你的病史 把你问仔细 问仔细你的状况 医师才能下比较正确的诊断 有时候真的是有些检查 你就是有症状 但是你的抽血完全正常 但是你有疾病 但是医师诊查不出来 是 必须要靠病史里面 我们去推测你是什么疾病 所以因为这个是特殊的疾病 所以在问者的时间可能要长又非常的仔细 对对对 这当医生不简单 没有没有 这个就是抽丝剥茧 像警察办案一样 是是是 对我就跟 处处都有嫌疑 对对对 我就跟学生说或是跟住院医师说 这个看病其实跟侦探一样 是是是 到底这个疾病就是凶手 对对对 也是要有智慧的 也有智慧 对对 所以永主任你现在也是在我们中山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大学部 医学部在上课 是是 也是上学医科吗 对或是上儿科的部分 所以每个人都是非常的专才 真是的 不过呢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血友病呢 很多人都很担心 它会传染吗 不会 血友病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 先天性的话就是一个遗传性的 像蚕痘症啊 地中海贫血啊 这都是遗传性的疾病 所以它这个先天性的话不会传染 那后天的话 它是一种体质的问题 自己的体质改变 我刚才讲你怀孕的时候体质改变了 是 你年纪大的体质改变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 它治疗之后它不会传染给别人 那后天型血友病也不会遗传 也不会说 我爷爷有后天型血友病 我会不会也有 这个不会 不过你刚刚因为这个皮血 也是在你的这个科系里面 你的范围里面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蚕痘症 是是 蚕痘症到底是长得怎样 蚕痘症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说 吃蚕痘会引起黄胆 引起溶血 所以我们叫做蚕痘症 是 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那个也跟血友病一样 它是一个男生比较容易发作的疾病 是 所以家里可能就会发现说 弟弟好像吃了一颗蚕痘 就严重了 就去医院了 妹妹好像吃了一包怎么没有事 这种因为女生比较不会发病 是 那有蚕痘症的小朋友通常出生的时候会有黄胆的情形 真的是不能吃蚕痘吗 有时候吃几颗啦 看你的程度 就是那个炸的香香的那个也不能吃 对对它就是有严重度 你有时候吃一两颗没事 多吃几颗 就是跟你身体的那个蚕痘症严重的程度有关系 你越严重你就吃了越少 那你越轻微也可以吃多一点才会发作 不过是这样 我们的食物其实非常的多 是 真的如果说你被医生诊断说你有蚕痘症的话 这个东西我们就观看就好了 或者闻个香就好不要吃了嘛 干嘛算几颗呢 吃了都危险啊 对啊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台湾小朋友出生都会腮减蚕痘症 所以妈妈应该都会知道自己的小朋友没有蚕痘症 但是记得长大要靠书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长大也不知道自己有蚕痘痘 是啊 这就像说我们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一样 这个时辰啊 什么时候要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比我们的出生年月日时辰还更重要 健康更重要 健康你要继续说 你要记得你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 这我想是非常重要 那当然您刚提到说男多于女 那可是呢 如果说像女生 他你刚有提到嘛 他每个月的MC来的时候 对对 那来的时候大概一直来不止吗 还是他时间比别人更长 一般我们女性的月经的话 大部分应该要七天之内 一般这个时间如果你超过 前后大概这个时间 对 超过七天的话你就要注意了 有可能是 当然有可能是女性荷尔蒙的问题 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出血性的疾病 之前台北的三军总医院就有做过一个研究 这个女性月经过多导致反复的缺铁性贫血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凝血功能方面的问题 对 所以说你假如发生说 我没几年我就要吃一次铁剂 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是不是凝血功能方面的问题 是是很多人一想就想到说 嗯就是大概就是子宫内膜的问题了 是没有错 刚刚医师也提到那荷尔蒙的问题了 对对 这个我想第一个反应大概都这样走 对对对 可是从来没有人会想过 是不是血液零血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您刚提到就是说 目前在我们台湾 很多的医院都没有重视这个科系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对对 因为其实老实讲常常听很多人提到说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呢就没有听说 去这个凝血的问题 今天我想我们非常的高兴邀请到了就是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小儿血医肿瘤科 就是翁德福翁主任 今天来跟我们谈这些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说要怎么样下手来写这些 给医生的稿子呢 我到底要多少懂多少 我才能够跟医生来对谈 那看了一下以后 原来是初学的啦 对对对对的 以前说打到翴顶 还是拔面子起来翴顶 这个会去阶段 对对对对 其实不是的 是你的血液出了问题了 对对对 不过这个呢 为什么有不同血型 有不同缺乏这个 零血的因子呢 这是怎么样一回事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有注意 就是我们发现说 O型的人 跟不是O型的血型的人有差别 O型的人他们的那个 凝血因子某一方面会比较低 对 所以它有可能 不是一座的O型都有可能 就是O型的人会相较于其他人 在凝血功能上面会稍微差一点 但是有没有症状就不一定 这是在血型上面我们会注意到 那如果是在血有病的病人身上 那O型的人他们的药效会比较短 就是他使用的那个凝血因子的药效会比较短 那非O型的药效会比较长 有这样的情形 是 譬如说大家可以耐四个小时 对 他只能耐两个小时 对 就会这样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天生 这个O型里面的人 他有一个凝血因子比较低 那个凝血因子会来保护其他的凝血因子 对 当他O型的人低的时候 就造成其他凝血因子被他影响到 那就造成这个药物药效就变短 是 所以要治疗 或者是要改善这些 其实我先把话再说了 要治疗这些我们的血有病的人 他是可以痊愈的吗 其实血有病的病友我刚刚提到 他就像我们的慢性病一样 你今天我医师帮你诊断出来之后 只是告诉你说要怎么跟他相处 像轻型的血有病的病友 其实不用太担心 就是你今天去弄牙齿 今天做一个手术 如果发现伤口不会好 你就要知道这个就是我血有病的体质的关系 不然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说是医师技术有问题啊 或是说哪里没有故好啊 造成他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或资源 像我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一个老爷爷就 蠻长眼就弄了一年 对他来讲就非常的辛苦 那你如果能够在这之前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在手术前 甚至手术后打一针 他就解决他的问题 那他就这一年来就不会这么辛苦 也扣大得无稿啊 对对对 这个他的病就好了 我们之前有一个男生 他打篮球之后 他就脚就血肿了 那一年也是找不到任何原因 那后来来找我 我就说这看起来好像是血有病啊 检查一下 果真是血有病 他打一针 你血因子他血肿就消掉了 那他有一个兄弟 有一个哥哥 没有任何症状 我想说弟弟有 那哥哥也来检查一下 结果哥哥也是血有病 那哥哥隔年就发生一样的情形 打篮球一样脚血肿 也是打一针就改善了 所以是父母亲遗传吗 你永远知道他们的家世吗 这是一个遗传 对对兄弟两个都有 但是你看弟弟就痛苦了一年 血肿没办法再走路就会痛 那哥哥知道了 你哥打一针 你哥打一针 像其他的疾病说有隔代吗 还是代代 这个会类似像隔代的情形 举例来讲 今天一个血有病的病 那个血有病的病友 他结婚 他生下来的小孩子 他的生下来的儿子跟女儿 都会是健康的 但是女性会带着这个血有病的基因 所以等到他的外孙 会有一半的机会 男外孙会有一半的机会 会发病 所以他的下一代会看起来 我的儿子女儿都很健康啊 但是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女儿再去跟人家结婚 生下来的儿子 怎么跟我出现一样的情形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外公跳到外孙 好像隔代一床 这个好奇妙的问题啊 所以抽血 第一个 也要知道他的严重性 也要知道他的血型 来做治疗吗 对 他如果是清醒的话 其实跟正常人一样 就不用 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太担心 只是要记得说我这个体质 这样就好了 可是我们的血型有很多种 是是 从我们所知道的ABC型的 我们现在其实就主要 分O型跟非O型就好 这样就可以了吗 对对对 其他的都没问题吗 因为A型B型 AB型它差不多 在领血功能上 不会跟没有差太多 没有差太多 对对 所以我们想说 这个医学是这么样的深奥 也是这么样的复杂 那我们也只能平常 就是一些资讯 来了解一点皮毛 对 再来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健 是没有错 这些来受访的医生们 对 都是把他的专业带来给大家 是 也是就是希望大家身体能够健康 所以一个 一个一个的不同的疾病 由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健 这样带出来 其实很多人看了这群民健康保健 对自己的问题都会更加的注意 真的要谢谢你们 是没有错 也谢谢我们所有反问过的 这些的医生 不过我们提到这个 那以领血的浓度差别 来决定它的轻重重 对对对 也有一个标准 对 那我可以讲一个简单的举例来讲 是 我们想象我们人体就像一台汽车一样 是 那如果我们正常人 我们的车子时速可以开到100公里 对 但是如果你是轻型血友病 你可能变速系统坏了 你时速就只能开30公里 是 油门就吹不上去了 对 那你假如像说是这个中型血友病 它可能就更严重 它时速就只能开到5公里 那重型血友病车子就完全不会动了 是 所以说你就想象 重型血友病 它的车子就是受损的很严重 完全没有功能 是 它宁血功能是0 是 小于1 就完全没有功能 就是重型 是 那我车子稍微能动 我一点点功能就是中型 是 那我时速可以到30 那我是轻型 是 30也很慢 对对 100比30也差很多 对对 但是至少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足够我们使用 是 是 不过呢 我想了也就是说 我们不只说 一个人 是心脏是很重要 是 心脏跳动 人的性命是在的 对 心脏不跳动 零有身体在好的器官 结构都还是没办法 对没有错 但是这个所谓的血友病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当你到达了 今天整部车子都是动不了的时候 这个是有威胁到生命的 你今天这个临血功能很差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出血的问题 是 像我刚刚讲的那些血尿消化到出血 甚至也有脑出血的病人 是 就像中风一样 有一些年轻人的中风 或是说那个小婴儿的中风 有可能就是凝血功能 小婴儿会中风 是 他们就会脑出血 大家应该 大家知道小朋友出生会经过产道 他有时候出来头上会肿一包 是 一个产流 是 那蛮常见的 但是有时候那个产流里面是血 是 所以他会消得很慢 是 这时候就要注意说 是不是凝血功能有问题 我们有遇过说一些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就有这些出生头血肿 造成的那个凝血 就是发现说 怎么血肿头血肿这么严重 后来检查 它是红红的一块吗 不是就很大的一包 很大一包 对 新生儿其实大家 小婴儿会看到头上 有时候会有一个产流 里面是水 是 那会吸收掉 但是比较严重会变成是 比较严重的 它还是血流到里面去了 叫做头血肿 是 我只知道以前有一位朋友 他生小孩的时候 因为是自然生产 所以孩子生不出来 也是用吸的 一出来小孩就一个水包 对 可是他的阿嬷因为是非常的传统 那老大人就有他的秘方 他就是用那个麻油 在那个头 这样给他嗖嗖嗖嗖嗖 几天以后呢 他真的是消了 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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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这个不用看医生吧 不用 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 会消掉 所以在我们的有些血有病的朋友 应该也不能做这些事情 如果比较严重的或是中型的 应该我不想他是怎么样 譬如说醒鼻涕 或者是打问题 还好 那些还好 一般就是我会限制他说 不要一些冲撞的运动 冲撞 对对对 比如说躲避球 是 篮球 是 棒球 在冲撞的运动 我们可能就 没有在 重型的病人就比较不适合 是 就像刚刚说的 吃的东西那么多 我们少吃一样也没关系 运动的种类那么多 对对对 我们自己既然知道身体有某些样的问题 是 那你就 那个运动我们就少去接触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呢 今天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我们中山医学大学福祉医院 小儿血液肿瘤科 翁德福 翁主任接受访问 也谢谢你 谢谢 共建筑那么多的智慧 谢谢 感恩 同时也感谢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和学朗证化的不是 感恩 反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